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相回想起此曲名为文王操 与孔子的说法别无二致 不禁叹服 如今我们听古曲 听得又何尝不是古人的心绪与情感 由于孔子对古琴的偏爱 以及对乐教的推崇 古琴作为儒家的礼器 频频出现在后世文人的生活中 古琴记录着中国文人的喜怒哀乐 同样也被眷智浩凡的文字书画所记录着 在读书人修身立业的路途中 古琴将他们强烈的情感用音符稀释 淡然的琴声飘荡 空气中却仿佛暗流涌动 那是文人共有的心声与情怀 今朝是忧国忧民的担心 明朝是海枯石烂的中场 陈殿下一首首古曲 飘荡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 重新聆听古老的琴声 感受千年流传的深情 敬请收看《琴栋山河》第一集 《琴时明月》 《汉时观》 古琴它的十大名曲是什么 十大名曲在学术界和琴界都没有定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排列方式 有的人认为越长就越有名 篇幅大 有的人认为越难就越有名 它技巧高 可是我觉得都不科学 我个人认为应该按照诗词的择选标准 诗经 处词 乐辅 古体诗 绝句 律诗 这么多 请问名诗是什么 这个大家就很好理解了 可能我对琴曲的择选 我不清楚它的标准 可是对诗歌我知道 那古琴曲也应该这么选 第一 思想内容深刻 第二 要有艺术价值 它的艺术风格要别致 有特色 艺术最记得就是平庸 平庸不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 源于自然 高于自然 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这才是艺术 第三 受众广 大家都喜欢听 对吧 这么多地区 对吧 全国很广阔 这么多人群 大家都喜欢听这个乐曲 那符合这三件样的是哪十大名曲啊 九狂 阳关三迭 观山月 平沙落叶 异故人 流水 梅花三弄 敖矮 萧香水云 广陵散 脱颖而出 这就是古今的十大名曲 在这十大名曲里 它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 有的是很细腻的 有的是很沧桑的 这里面 观山月 就是一首这样的曲子 它是表达了一种塞外情节 一种爱国情操 在这个乐曲里面 把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反侵略时 可以说 都有一个集中凝练 非常精致的一种反应 观山月这个曲子 它是怎么来的 1931年 出版了一个梅安琴谱 梅安琴谱里面就收录了观山月 据说是王彦青先生 根据民间小调改变的 可是呢 在1985年 第三届全国打谱会上 什么叫打谱啊 就把那个东西取回来 古代的这个继谱方式 这样的谱字 它是方块字 我们把它变成了 有旋律 有节奏 有音高的 这样的谱字 这就叫打谱 打谱会上 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著名的学者 也是古琴家 饶宗仪先生提出了一个线索 就是说在这个荷兰 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 高罗沛 他是1940年在这个中国 待过那么一些年 他对古琴非常感兴趣 当时是战乱 这个很多人连命都保不了了 他的这个财务 包括他的收集的这些书籍 可以说很散乱 这时候他就在重庆和昆明 收集了大量的古籍善本 这些很多都是孤本 现在我们中国都没有了 都一诗了 其中就有一个琴谱 龙音馆琴谱 这个琴谱里面就收藏了 关山乐这首乐曲 那这个琴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是嘉庆四年 也就是1799年 嘉庆四年 大家都知道 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就是乾隆帝驾崩 一个就是嘉庆帝 给和珅治了二十条大罪 抄家 抄完家以后 就发现原来和珅 贪污逆藏的财产 相当于清政府 15年的财政收入 所以当时民宴就有这样的说法 和珅搬倒 嘉庆 吃饱 在这一年 在历程 有一个晋氏 他叫毛氏环 他就编了一个琴谱 编完以后 在这一年 刊发了 就是龙音馆琴谱 这里面就收集了 关山乐这个谱子 这样我们就明确了 哦 原来这个谱子 是产生于这个 后来又在1931年 被收到梅安琴谱中 这样这个广泛的传承 使它成为了十大名曲 关山乐这首曲子 它可以说是描写边关的 描写家国情怀的 这么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 在梅安琴谱中 有提解介绍 说这个曲谱啊 非常的平和 它的难度不是很高 它表达了这种 对吧 旅人 可以说术官的将士 他们的亲人 在后方想念他们的 一种心态 同时表达了 壮士 术官的那种壮志 那这个 曲子在最后结尾 标了三个字叫玉环体 什么叫玉环体呢 玉环 它往返 无端 它周时 往复 没有中间的停留的地方 这样呢 他就说 这个曲子 因为它比较短小 它可以反复地弹奏 反复地吟唱 我这么弹 你不知道我 弹的是什么 可是我一旦加上词 明月初天山 你看 你明白了 哦 李白那首诗 观山乐 所以 七月曲是抽象的 三千多首琴曲 几乎有一半都带着歌词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了 哦 原来祖先最早的诗歌 都是唱的 江白时有一句小诗 自作新词运醉交 小红低唱 我吹消 曲终过境松陵路 回首烟波念四桥 就说 我做了一首小诗 小曲 然后呢 小红唱 我拿消给的伴奏 琴和消都是文人的运气 我们在路上 然后蹭着车 等到曲的唱完了 我回首 二十四桥在后面 你看多有情趣啊 所以呢 古代的诗歌都是能唱的 我们要求 谈唱的人 眼前必须出现画面 比方说 我谈观山乐 我眼前一定要有雄观 一定要有巍峰 一定要有威厄的群山 一定要有那一轮明月 这样我手下才有情 我才能把情 传达给这个听琴的人 听古琴曲 和读诗 赏画等艺术欣赏 别无二致 让人在获得 关于美的体验 和享受的同时 亏一般而知全报 体位古人 对世界 人生 友情 爱情 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在看古琴演奏 往往讲究 自娱自乐 有知音相伴在侧 已然是人生一大幸事 正如唐代诗人 记情于诗那样 独自一人 弄情于夜兰人静时 最重要的 似乎正是情绪的宣泄 而这些情绪 又是隐忍的 或忧郁 寂寞 愤懑 或激昂 欢悦 洒脱 在幽远的琴声中 若隐若现 似有似无 宁神倾听 就能在看似 不经意的闲洞中 被捕捉 细细品来 又让人顿觉 其中滋味奥妙 一曲梅花三弄 透过层层梅花 仿佛能看到 迎风独立 傲骨铮铮的 文人默刻的背影 一曲萧香水云 在萧香二水的 云雾飘渺之中 飘荡而来的 是忧国忧民的 心许和忧思 一曲离骚 唱不尽 屈原胸中的惆怅 聆听这些曲子 那些强烈而深刻的情感 仿佛在和我们 血脉交融 那观山乐的情是什么 观山乐的情 是壮 观山乐应该属于 香鹤歌 香鹤曲 香鹤歌 香鹤曲 实际上是北方民族的 民间音乐的一个统称 后来就把香鹤歌 香鹤曲 然后跟舞蹈 对吧 跟这个乐队演奏 搁到一起了 这叫香鹤大曲 也叫大曲 那香鹤歌 它主要是北方民族的 一般来说是比较悲壮的 在香鹤歌里 观山乐 这样的曲子算是军礼乐曲 香鹤歌从军心中 有这样的诗句 更吹横迪观山乐 谁解金归万里愁 观山乐刚开始 就是廖阔的 写景的 中间叙事的 威威道来 后面言情的 写的是思念的柔情 那观山乐 这段情 古今是一段情 就是我们民族的精英 他们的牺牲精神 那种壮阔的意志 我们的将士们 他们一朝一朝地 拥向了边关 常见有人往 不见有人还 这就是战争的惨烈 观山乐这个曲子 它很小 篇幅不大 小到什么程度呢 它只有八行 两行 三行 八行 一般的曲的 都十几行 几十行 甚至还要更多 所以观山乐 它的曲子很短小 但是它的意韵可不小 它的意韵非常的大 所以我认为 观山乐这首小曲 它就应该大谈 用音乐的形式 歌唱我们的祖国 我们要爱国 爱我们的国家 只有国家繁荣了 苍盛了 强大了 我们老百姓 参动有好日子过 在上个世纪中 中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 杨益柳先生 把李白的观山乐 与这个 龙音馆琴谱 这个观山乐 给它填词 填到里面去了 填完以后 就出现一个奇异的现象 因为观山乐是 六大乐剧 十二乐节 李白的诗正好十二剧 这两个天衣无缝 株连闭合 就好像李白的诗 是为这个曲子写的 也就好像这个曲子 就是为李白的诗而配的 对吧 这个多奇异 然后大家就认为 这个版本 是最好的版本 传送至今 一直传送这个版本 因为李白这个诗 配上去以后 感觉是最好的 那李白这个人 他为什么要写观山乐呢 李白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很豪放的 对吧 狂放 不羁 他是这么一个人 写的东西非常有气魄 非常的浪漫 他本来是有报国之志的 想安班定国 他也想为国家 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时的李布侍郎贺之章 贺之章也是大诗人 他很佩服李白 他就一心想举荐 这样他才不负他的这种财气 结果呢 举荐了以后呢 据说唐勋农 看到他的这个诗歌以后 就非常的惊讶 就说这么大气派 这么大手笔的诗 我还没有见过 这个人我一定要见见 来带他来见朕 李白就去了 李白去了以后 到了这个大殿上 就写了大唐以来皇帝的赞颂文 写的是文采横溢 词上一达 写完以后唐宴祖就更高兴了 好 留下来 到汉林院做事 当汉林 李白到了汉林院 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正史 但是非常的形象 我们把他当故事来讲 朋友们当成故事来听 李白他到了汉林院 什么事都行 做得非常棒 你想他文采好 到汉林院 他对吧 绝对一比就比出来了 可是他一个问题 他也喝酒 到了哪他也控制不住 所以这个成天喝酒 没事就喝酒 汉林院的管事 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天宫廷里的乐师 写了几首小曲 好听 唐宴祖一看 这得配上诗啊 赶快 太监 宣李白进殿 太监赶快就到汉林院 汉林院没这个人 找了半天没有 后来主管就说 你到酒店找他 他一定在那喝酒 结果他去 果不然李白在那 皇帝召见你 宣旨 你得进宫了 李白这时候已经喝醉了 我哪也不去 就在这喝酒 李白喝酒 赛神仙 豪言壮语 太监说 那不行啊 这咱们不能抗制不尊 对吧 这个赶快吧 拿冷水给他覆面 洗脸 然后用轿子 火速就弹到宫里了 到了宫里以后 藏明华一旦 哎呦 爱卿你来了 那好 来吧 写诗 这时候李白 其实已经半罪半醒了 但他还是装的权罪 为什么呢 他也烦宫廷这些礼节 还得见皇帝客头啊 他也讲 罪了 反正你也 对吧 也没法要求我了 然后他就 说没问题啊 后来他就 那你好 你赶快写 你不写 我不让你回去 写完 为止 他就准备坐下来 可是他忽然看见高丽氏了 高丽氏 他知道这是个坏人 对吧 后来他就说 那不行 我要坐下 我得脱靴 这个他就把脚伸向高丽氏 高丽氏就看 好你一个 对吧 这个不知高低的这个汉林 一个小小汉林 只要让我跟你脱靴 不脱 两人就僵尸 你不脱我就不坐 那个就说 我就是不脱 结果呢 皇帝那边等的不太烦了 高丽氏就看 皇帝不能得罪 脱 高丽氏脱 脱完以后 李白往这一坐 舒舒服服的拿笔一写 一笔而就 哎呀 写得特别好 唐玄宗非常的高兴 说这个哎呀 真是 写得真好 这个赞叹不已啊 然后高丽氏恨得压根直痒 从此怀恨李白 据说过了几天 他陪杨玉环去玉花园去玩 杨玉环呢 是才女 会弹琴啊 这四大才女啊 除了王昭君 西诗貂蟬 杨玉环都弹舞琴 这个有记载的啊 他会唱歌 会跳舞 这个文才也好 要不唐玉环怎么会喜欢他呀 然后就唱起了了李白 前两天写的那个诗 哎呀 唱到得意之处 赞叹不已 高丽氏一看 这时候正是好时候 就近禅言 就说李白可不是一般人啊 你看他这个诗句里啊 深夜千丈灯 美人梦不成 屋外海塘红 他是针对你去的呀 怎么见得呢 他说你看啊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外面有比你美的人 皇帝会宠情他 你以后连觉都睡不上了 哎 杨玉环一听 这不像话啊 这怎么对着我来了 从此他也就怀恨在心了 又过了一些天 他陪唐玉环喝酒 唐玉环就提起来了 就说哎呦 这个李白是个财啊 我得用他 以后得不断提拔他 唯以重任 他说你可不能用这个人 这个人对吧 他的心计你不了解 这个不是一般的人 你看就这一句话 李白喝酒赛神仙 你考虑一下 唐玉环一想 果然这个 我是皇帝 他是神仙 比我能 比我本事大 这个人是不能用 对吧 这个野心太大了 对吧 太狂妄 从此他就开始 渐渐疏远李白 疏远李白呢 这个李白也感觉出来了 李白正好也烦 就感觉我在唐明皇这 对吧 我陪他皇帝 就是一个姐妹 逗乐 报复 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也正好 干脆就辞官了 辞完官以后 走了 这个到处 对吧 周游 跟朋友们相会 纵情 写诗 饮酒 放歌 李白 他对唐明皇 对唐朝 已经失望了 后来在 后期 这个 穷兵独武 战事频发 这个时候 战争起来了 大量的男儿 被争到边关 去打仗 回不来 男儿在前线 牺牲 妻子在后面 想念他 他 有感而发 写出了 千古名篇 观山乐 千年流转 白居过隙 李白登高望远 眼前原音 壮美的风景 被战争的 硝烟掩埋 硝烟中的战士们 已无济可寻 他能够看清的 也只有数客 和私负的忧愁 挥洒笔墨 李白写下 观山乐 把胸中的苍凉 注入其中 细读此诗 山下 残酷悲壮的战争场景 在脑海浮现时 我们仿佛回到 那个夜晚 和李白 并肩站立在高楼之上 面对满目疮痍 也只好止不住地叹息 如此沉重的诗篇 用古琴这样 沉稳的乐器来表达 有种相应成趣的妙处 较之诗篇 乐声带来的情感共鸣 似乎更为含蓄 那么素来被赋予 忠正平和之内涵的古琴 会如何表现 如此辉红磅礴的题材 如何将这样深刻的情绪 化作旋律 敲击我们的心灵 细细聆听琴曲 我们也许能找到答案 那我们就来以琴解诗 或者叫以诗解琴 第一句 明月初天山 苍茫云海间 说的这两句 谈的这两句 是我们能看到的 肉眼能及的 你想一想 我应该怎么谈 现在呢 在讲台上来弹奏 片段 做示范 所以 因为条件所限 琴放的不是很规范 我用的执法 是把手上加成力度 明月初天山 苍茫云海间 廖阔 然后 长风几万里 吹动玉门关 这种比例 只有李白友 我们看不到的 但是他的气势 应该说更雄浑 前两句 已经很了不起了 明月突天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动玉门关 他用高音 长风几万里 飘出来 吹动玉门关 好 在乐曲上 正好他提高了 把音的提到高音声部 好 李白的比例 一笔比一笔深 一笔比一笔广 我们的乐曲 正好配合 把这两句表达得 非常的铁切 下面四句是叙事的 汉下白灯道 胡亏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欢 唯唯道来 我们汉朝的军队 到了白灯道 来助手 敌人在窥视我们 汉下白灯道 这个首先是壮阔的 可是胡亏青海湾呢 是敌人在窥视 寄予我们的领土 那谈的时候 就要小心翼翼 给他那个形象 对吧 鼠头张目 那种感觉 给他表达出来 第二层的 后两句 游蓝争的那地 不见有人欢 这地方是毕竟家 必争之地 很少能用将士们 能活着回来 他是越来越深情 越来越凄楚 用的是古琴的 拨和轮指 还有左手的蛇行步 越来越酸楚 后面就是非常的感慨了 为什么 因为不见有人欢 战场上就是那样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这是战争的代价 这个代价 由我们的将士们 他们承担了 在抗命元朝的时候 在抗日战争时候 对吧 我们跟外来的侵略者 打仗的时候 我们死了那么多人 想到那个时候 我们还热血沸腾 还心潮澎湃 敌人要来侵略 我们是绝对不答应的 我们有个电影 在雪崩的时候 战事全变成冰雕了 就是那样 但是他还端着枪 对吧 这样的是很多 邱绍云 黄继光 董存瑞 我们都知道他们 我们没有忘了他们 我们为什么要到猎神园院 给他们扫墓 他们为了我们 他们没了 刚才说了 不见有人还 但是只见有人亡 他们不知道前面是死吗 他们不知道前面是牺牲吗 但是 为了大家 他们舍弃着生命 舍弃着一个家 一个人真是一个家 他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由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还 请问 你会做何想 你想想这句 师哥 可怜无定河边谷 又是春归梦里人 你想一想 假如我告别 将不再回来 你是否还要永久地期待 你想一想 这个人就没有了 走了 他回不来了 他化作了苍山 化作了大地 化作了蓝天 化作了白鱼 你怎么想 刚才还是在你身边 对吧 是我们的亲人 朝夕相处 没了 下面 树克方编译 思归多苦言 前方流血 后方流泪 前方在流血 他们在战争的时候 想的是祖国 他们奉献的是热血 可是后方始终是念他 这时候用这种叹息 下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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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用下滑音 下滑音在音乐里 是叹息的表示 叹息 大家看 最典型的一句 有一首 大家非常熟悉的乐曲 《二全英语》 瞎子阿饼 他拉的 还是他创作的 这个《无从考》 但是第一句 因为瞎子阿饼 大家记得了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 民族音乐家 他面临两重黑暗 一个是生理黑暗 他是盲人看不见 一个是心理黑暗 他老受欺负 生活困苦 所以他的二全音乐 尽管表达的是 乌西天下第二全 那个美好的乐色 可是第一句就是 正好是一声长叹 所以在这一句 树克望边一思归多苦 也用了好多下滑音 表达了叹息 高楼当此夜 高楼 那就是 这是我们亲人们的一个愿望 他们的一个情节 哪高我往哪去 那么远 看不见 但是我站得越高 又能看到我的亲人 离我的亲人好像就越近 这是一种心理 令人心痛 叹息为阴险 他们叹息 但是这个叹息 与前方勇士们的厮杀声 同样震荣发聩 这个叹息 是他们 对我们的死去的壮士 对他们的最好的评调 因为我们没有忘了你们 你们永远在我们心中 现在一个个民族英雄 他们在那都立在那里 他们的倾向从来没有因为岁月 也暗淡 而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更加的光辉起来 因为这是中国的魂 是我们民族的魂 所以一首观山乐表达了秦栋山河 什么叫秦栋山河 一个小小的秦能把山河给他震撼了 那秦是什么 我们秦人经常有句话 有的人南方人说不好秦字 他说秦 秦人就是秦人 秦人心中就有一段秦 那一段秦就是爱国之秦 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血肉之情 高楼当此业 叹息未应闲 用的是跟明月出千山 沧桑云海间一样的旋律 可是因为他的情绪不一样了 所以要谈得弱而内敛 好了 还可以反复御环底吗 一波一挠 古琴发出一声哀叹 声音隐隐约约 却又勾人心弦 波就是波弦 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演奏手法 很容易理解 而挠 常与另一种执法联用 合称为吟挠 弹琴时 左手按住弦并来回摇动 会发出颤声 幅度较小称为吟 幅度较大称为挠 在古琴上做吟挠这个动作时 手指很容易和面板相碰 从而产生一种奇特的摩擦声 这种声音 往往很难避免 常常充斥于琴曲之中 爱听古琴曲的人不难发现 这原本可以说是一种噪音 但对大多数琴者和听琴的人而言 随着体验欲深刻 它竟变得颇有韵味 令人回味无穷 有人认为 这是古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之一 所表现出来的特有审美体验 类似书法中的笔风 那么这奇妙声音 究竟为何会产生 并且无法避免 有为何如此契合文人的审美体验呢 请继续收看 琴栋山河第一集 琴时明月 汉时观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 我来回弹的时候 左手 右手 你看它有摩擦声 听一下 很明显 但是我如果弹 这个摩擦声就会小 大家听 我要不弹 摩擦声 古琴它有摩擦声 为什么 环弹在《新论》的琴道片中这么说 他说 八音之中微丝最密 而琴为之首 那八音是什么呢 就是八种材质做的 比如说有竹子的 有土做的 有葛做的 古琴呢 属于丝 说这个丝的声音 最为细腻 能表达文人的这种心理 因为文人吧 他很多的文丝 他需要表现 所以古琴就是这样 古琴我现在用的是现代弦 这个弦呢 里面是合成纤维的一根丝 外边缠的尼龙皮 它很结实 很光滑 这个噪音已经很小了 还有的是 里面是一根钢丝 外边缠的尼龙皮 古代是蚕丝 用丝做的 丝呢就像我们的 它放大了看就是绳子 绳子呢 它会有摩擦 但因为它那个颗粒粗 所以经常有擦擦擦的声音 任何具体都有摩擦声 大家知道 这个小弟姐二胡 它是用马尾 这个马尾你放大了看 是一根马尾上面有很多稻刺 它用那个稻刺 就把弦给勾动了 一勾来回这么多勾 这样让弦就想 二胡 你听全是刷刷刷的摩擦声 你像这个 索纳 管子 还有黑管吹的那个哨片 也有那种哨片声音 然后呢 琵琶鼓针弹的时候 那个指甲撞击在琴上 也有啪啪的声音 还有就是笛子和销 它叫边冷乐器 它那个吹孔呢 所有的气不能全吹进去 要一半在外 一半在里 在那个边冷上 形成一种摩擦 但是因为乐音 就掩盖了这个 而且呢 很多弹琴的人 包括喜欢古琴的人 喜欢传统文化的人 恰恰认为古琴的这种摩擦声 是气声 古琴的 它这个走手音 它这个出来的摩擦声 被喜欢古琴的人 跟文人理解为气声 是必要的 而且在这里面 是非常的融洽的 这个古琴 体现着文人的审美 琴曲体现着文人的情怀 现在就让我们感受一下 观山乐中的那种壮志 情怀和思念的柔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